最近可以说成龙被炒得沸沸扬扬 可能是因为9月30号新电影要上映了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成龙这个名字是一名 成龙的真名叫陈岗生 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成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岗生那肯定是在香港生的 其实成龙的祖籍是在安徽 父亲叫房道龙 把两个儿子留在了安徽五湖农村老家到香港后 和两个儿子失联 因为在那个年代生死有命 房道龙还以为两个儿子已不在人世 另娶妻生子 这就是成龙 大哥叫房世德 二哥叫房世盛 据悉两位哥哥目前都还生活在农村 而且日子过得非常的清贫 每个月都依靠着退休金来过日子 非常的轻护平手 最近有媒体爆出了成龙回乡探亲的新闻 但是成龙匆匆来匆匆走 并没有待太久 有网友这样批评过成龙 说成龙应该给两个哥哥盖洋房 但是小编个人看来 也许平淡安静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 或许成龙实不想再去打扰两位哥哥 只要他们没事便是最好的结果 是什么事 您是 ORuba 喜欢